哈囉 大家好 我是熊維朗 我們今天呢 要來玩一款 好像也是疊磚的遊戲吧 總之它這邊就是跟我們講 我們要用手指 然後上下左右移動 比如說我這樣子移動之後 它就會去收集磚塊喔 也不是磚塊 這應該算是板磚吧 然後我們收集的板磚夠多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有沒有 造橋鋪路 沒錯 考驗智商的遊戲阿 又是考驗小朋友智商的遊戲 我就是小朋友 所以說可以的 我玩這個遊戲 天經地義 其實這個遊戲應該還蠻輸壓的啦 我感覺應該會蠻輸壓的 應該會比之前那個垃圾遊戲好很多 哦 有一點 考驗智商囉 其實沒有啦 因為它沒有限制步數阿 沒有限制步數 我隨便亂走 都可以走到底 真的是這樣子阿 耶 到了到了 來 那我們現在要幹嘛 左邊 右邊 左邊 上下 哦 哦 這邊 就是看我們要用最短的步數走 是不是 可是我感覺很難 哦 這邊開始難喔 這個連我自己都可能會看眼花療亂 好不好 其實應該沒差啦 有 有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它可以重複走就很簡單 其實也沒有難度啦 就還蠻輸壓的小遊戲這樣子 不過這個遊戲只能一個人玩就有點孤單 你知道嗎 它沒有 至少給我的電腦跟我一起比賽吧 比賽速度也好阿 對不對 它可以在右邊另外設一個對手有沒有 這是幹嘛的 哦 它會自動 自動推我欸 哦 自動推我 欸 等一下這開始有點難度喔 我可能會不小心就衝 衝去前面去 這不是開玩笑的 你知道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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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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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 還不錯 欸 它每一次都會跳那個 這個遊戲的LOGO是怎樣 很煩欸 這樣子 然後走回去 哎喲 我根本就是天才吧 我是兒童中的天才 嬰幼兒的智商都沒我高 我是不是在講批話 呀 我們玩完第五關囉 照來講五關就是一個循環嘛 我們來看下一關應該會有什麼特別的變化之類的 哦 狗狗 我們變成一隻狗了是嗎 哦不是 它只是叫我看廣告 然後要逼我拿狗 拉雞遊戲 哦 這邊是怎樣啊 哦 沒有 這邊很簡單 哦 等等我錯 走 滑錯了 來來來來 這樣子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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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到底在幹嘛 欸 我要怎麼過去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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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迷路欸 這個需要動腦 你知道嗎 需要轉電影響了 感覺後面會開始越來越難欸 知道要幹嘛 往下 這樣子 可以可以可以 難不倒我 哦 這什麼 傳送門喔 傳送門欸 我的天啊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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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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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欸我是不是 不管怎麼樣都可以走到2.0 我其實還蠻猛的對不對 各位觀眾你們不會開始覺得我根本就是天才阿 你們可以現在在下面留言跟我講好不好 你們是不是覺得我真的就是個天才 我天啊 我發現這個遊戲其實很難講解你知道嗎 我這邊卡關了 等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啊 我卡關了 等一下 這邊要怎麼走 這樣子 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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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 我們繼續 死數綠 我已經開始在亂叫了 各位觀眾 因為這遊戲不用智商 有沒有 根本不是天才 我 yeah 我們隨便便就玩了十關 你知道嗎 我玩了10公分我已經開始覺得這遊戲到底是啥小 沒有難度啊拜託難一點好不好 不然的話我一直一直覺得我在浪費我的人生你知道嗎 我的人生就建立在這一攤石碎之中 看看這個該死的板磚 我的大腦就跟這個板磚一樣超硬 然後也不知道在幹嘛 我只能一直消磨著我自己的大腦拿來造橋鋪路 啊等一下我走錯了不 重來你給我重來 不想走過頭啦我點錯了 幹嘛啊 不小心就飛過去了 氣死我了 不要亂走不是這裡 是這裡好不好 不要亂走不要亂走回去 對對對 yeah 對對對 來我們繼續 我們就勉為其難玩個20關好了啦 稍微推薦各位觀眾一下 各位觀眾其實這個遊戲 我們還是要說一點這個遊戲的好話的啊 這遊戲其實你在打發時間的時候玩得還不錯啦 畢竟 就還蠻療癒的小遊戲啊對不對 你們看我這樣一直疊是不是也覺得很療癒 看所有的紫色方塊都慢慢被我吃光 是不是感覺蠻爽的對不對 這種遊戲就是這樣子的啊 你可以上班 可能通勤搭公車啊搭捷運啊 然後 在別人的眼光注視下 拿起你的手機 然後開始玩這個自閉而小的遊戲 然後路人就會用很奇怪的眼神看著你 說這個人怎麼在玩一個不知道是殺小的遊戲 然後我還玩得那麼開心 可以在那邊 偷偷竊笑 天啊 你們都是瘋子 欸這什麼東西有新的東西欸 喔這是箭頭欸 他一直把我推回來欸 這個箭頭到底是怎樣 這個箭頭是沒必要的吧 我不管怎麼樣我走到這邊也要自己回來啊 欸這邊有點難走這樣子 好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我的錢已經很多了欸 我錢到底可以幹嘛啊 我可以解鎖這個熊熊的 解鎖那個 那不是熊那是路啦 解鎖那個戀童路 那我們的錢可以幹嘛嗎 錢可以來買場景是不是 比較好看一點 然後我看一下 應該會變場景吧 欸有欸 比較好看多了 然後我們還可以解鎖笑人 我們解鎖個戀童熊好了啦 貓的死戀童屁 這個給小孩玩的遊戲 熊 戀童熊最適合了 我們繼續 這樣子這樣子 對對對對對 Yeah 登登登登登登 來第15關了好不好 第15關 看一下 阿不我走錯了 喔喔 我不夠長的話他會停住欸 原來是這樣阿 來來來來 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 阿停停停停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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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啊走錯了你幹嘛 這樣子 Yeah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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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等一下這邊有點麻煩 這邊應該是要繞回來啦 這樣子 這樣子 結束 這樣是要幹嘛 往上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 醬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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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簡單了 太簡單了 公眾我現在是不是已經在超級敷衍的講話了阿 太簡單了 太神奇了 因為我已經開始覺得這遊戲很無聊了 可是為了我自己的堅持 我一定都是玩到整數關好不好 可是我們要再盡量玩個四關 我們就可以關掉這個垃圾遊戲了 其實我那時候看到廣告收取的感覺還蠻有趣的 蠻療癒的阿 就是在這邊 滑來滑去有沒有 很開心阿 有沒有 有點像在以前玩的一個小遊戲叫什麼 冰塔是不是 有沒有觀眾知道什麼是冰塔的阿 就是一個老處男魔法師在一個冰塔裡面推冰塊的遊戲 我記得那個時候很難阿 我有全破 當時就覺得這個遊戲有一點點像 有機會的話我再玩玩看冰塔給觀眾看吧 不過感覺不會很多人看就是 畢竟誰想看一個魔法師在推冰塊阿 你們能夠想像那個畫面嗎 一個魔法師笑嘻嘻在那邊推冰塊 我是不能想像阿 欸然後這邊有點難欸 我發現這邊已經越來越複雜了你們知道嗎 這到底在複雜幾點阿這樣子 阿有有可以可以過了 第十九關 他其實關卡已經沒有變化了耶 就除了一些箭頭阿什麼的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玩過這款遊戲喔 我還蠻好奇 有沒有真的玩到很後面的人 我會覺得超佩服你的 這種垃圾遊戲你居然可以玩到那麼後面 阿他也不是垃圾遊戲阿就是 不用腦子遊戲 玩久會無聊阿 終於我們要邁向第20關了嗎 我是不是常常玩一些很 看起來就很垃圾的手機遊戲 然後一直抱怨東抱怨西阿 可是我一開始看到廣告我真的覺得很好玩阿 可是我不知道 玩了之後會這麼難過你知道嗎 其實蠻多遊戲都是這樣子的 我都看到他們 廣告打得好棒喔 好棒喔我好想玩喔 阿然後我一玩了之後 Ganaside 阿也不會到剛剛賽阿我不要再亂講話阿 就有點失望的感覺阿 不知道觀眾有沒有這樣子的感覺過 就可能你們點開一個叫做紅月的影片 然後看到 唉唷這個遊戲感覺好棒喔 這個我的封面做得好讚喔 一定很好欸 然後點進來看 結果遊戲超垃圾 你們會不會這樣子阿 我的影片都是良心之作好不好 如何將一款大便變成可以看的影片 就是我們youtuber的職責 來我成功通關了 二十關 我已經忘不下去了阿其實 總之如果觀眾對這款遊戲有興趣的話 歡迎自行前往遊玩 然後跟我講一下後面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吧 我們今天這一集就操錄一下這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